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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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皱着眉头 做数学题 她高高弹跳着篮球 她经过我身边带起一阵风 那真是一种美好的沉醉的感觉 考考结束后 我偷偷看了周易的体制院表 报了和她同一个城市的另一所大学 没办法 我的成绩没他好 够不上他的大学 而乔宇也毫不犹豫地 和我报了同一所大学 不同的专业 那年很幸运 我们三个都金榜提名 九月 我和乔宇顺利进了大学 来到那座 有周易的城市 先生报到那天 我和乔宇走在 风景如画的校园里 周围有现彦 爱慕的目光投过来 自由的感觉真好 考上大学 意味着可以恋爱了 那段时间 我一直想去周易的大学找他 当面向他表白 这样的想法 一会儿让我热血沸腾 一会儿又让我浑身冰冷 却迟迟没有行动 我害怕被拒绝 半个月后 一个初秋的周末 清晨 我一起床就叫到 乔宇打来的电话 秋晨 中午一起吃饭 我有好消息 要和你分享 乔宇的声音 和以往一样 清脆活泼 雀跃 她总是快乐的 我们约在学校南门的 肯德基 那天上午 我本来准备洗衣服 却不知怎么回事 一直心神不宁 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 倒掉半头洗衣夜后 我干脆换了衣服 早早赶去 我和乔宇的约会地链 找了个靠窗的座位 呆呆地坐着 一个小时后 我隔着窗户 看到乔宇牵着一个男孩的手 在正午的阳光下 笑页如花地走过来 他们推门进来 乔宇几乎一眼就看到了我 他蹦跳着走到我面前 带着一脸调皮的笑 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周易 周易站在那儿 难得露出一抹和煦的微笑 他大大方方地对我伸出手 你好 秋晨 我笑着站起来 浑身都在发抖 却竭力做出一副 欢欣的模样 哇 恭喜 你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居然连我都不知道 乔宇心无诚服地说 他昨晚上跟我表白的 这侠伙暗恋我两年了 可真能存住气 我应该嫉妒的 但那一刻 心里除了酸涩 还有真诚的祝福 一往情深 两情相悦 爱上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真好 即使到了大学 乔宇也依然是我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闺蜜 所以他恋爱后 我做了他们四年的电灯泡 看着最好的闺蜜 和最爱的男人在一起 轻轻握握 恩恩爱爱 真是一种折磨 但我却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偶尔乔宇也会单独约我出来 跟我倾诉生活中甜蜜的烦恼 周易好霸道啊 我跟男同学多说几句话 他就不高兴 周易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我们班举办舞会 我是团支书 为了调动气氛 率先和班长跳了支舞 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周易真是的 自己不喜欢出去玩 还总让我也陪着他 整天不是自习室 就是图书馆 好烦啊 诸如此类让我知道 周易什么都好 胆 内向 善度 而乔宇性格活泼 开朗大方 人缘好 男男女女都能处得来 走到哪儿都有朋友 这其中 自然不乏异性地爱慕 周易没少为此吃醋 然而 这不也正说明 他在乎乔宇 深爱着乔宇 因此 乔宇这里的抱怨和烦恼 却让我羡慕不已 大学毕业后 我们一起回到了故乡的城市 周易和乔宇有情人 终成眷属 很快结了婚 我和乔宇依然保持着 之前的亲密无间 下班后 周易不喜外出 他就约着我一起看电影 逛街 分享彼此的快乐 乔宇善解人意 知道我和父母感情淡漠 一个人很孤独 所以逢年过节 总是喊我一起去大家过 哪怕家里做了好吃的饭菜 包了饺子 乔宇都会打电话叫我过去 在乔宇家 我看着他和周易 并肩而立 亲热恩爱 如同俗世里的每一对夫妻 柴米油盐 相濡以沫 我相望着 却依然一年年 穷穷竭力下去 我渴望家庭 却仿佛无法爱上 除了周易之外 别的男人 是的 我还爱着周易 隐忍地爱着 深刻地爱着 痛苦地爱着 所以我的生活充满了纠结 我为乔宇和周易的幸福而欣慰 却也被这种爱而不得的凌迟 折磨着 走进围城的乔宇 美满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 她最大的烦恼 依然来自于周易的小心眼和控制雨 周易宅 不喜应酬不爱消极 所以她不愿意 妻子总是抛头露面 而乔宇风风活活喜欢热闹 事业心强 能干能拼 年纪轻轻 就做到了公司中层 她天生就不是那种 犹豫厨房和爱的女人 乔宇私下里开玩笑般地跟我说 你说周易怎么总是那么没有安全感啊 她长那么帅 我担心她还来不及 她反倒一天到晚紧张我 我出去吃个饭她都不高兴 跟男同事打个电话她都要审问一番 也就跟你在一起 她最放心 在我听来 这完全是甜蜜的抱怨 我淡笑不语 久久望着乔宇 婚后的她好像更美了 没了少女时代的青涩幼稚 多了妩媚性感的女人味 难怪周易总有危机感 那年春天 乔宇公司新来了个男同事 名叫孙磊 刚毕业的大学生 年轻 帅气 阳光蓬勃 她分到了乔宇的部门 而乔宇是部门主管 孙磊工作很积极 热情认真 苦活累活抢着干 遇到问题 心心向乔宇请教 上手很快 短时间内 便成为乔宇的得力干将 乔宇很赏识她 两个人一起加班 一起谈业务 一起拿下难缠的客户 成了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 这一切都是坦荡荡的 乔宇从来没有藏着掖着 就连和我在一起 说起孙磊 乔宇满是赞誉之词 但这种赞誉 也只限于前辈 对后辈的欣赏和鼓励 没有任何余矩和暧昧 她甚至开玩笑说 要不是孙磊 比我们小了快一轮 我真想把她介绍给你啊 然而中义 却完全忍受不了妻子 和另一个年轻的男人 在工作中这样亲密无间 那天是乔宇的生日 晚上下班后 我带着给她买的礼物 专程去了她家 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 乔宇在沙发上呆呆地坐着 脸上有泪痕 而周一脸色铁青 凝重 一言不发 地上满是凌乱的柔碎的花瓣 有的甚至成了花泥 一张四成两半的粉红色卡片 我捡起来 依稀能变出上面的自己 女神 生日快乐 永远年轻美丽 我带着疑问 看着乔宇 她把我拉到卧室 哽咽着告诉我 今天她生日 孙蕾送了一束花 周一因此大发雷霆 孙蕾跟着我学了很多 说实话 职场中遇到我这样的领导 也实属不易 她就是表示感谢 同时之间一束花 光明正大送的 再正常不过了 周一她 她把花揉碎 还用脚踩 秋晨 她简直是疯了 太过分了 我急忙安慰乔宇 说周一是太爱她 太在乎她了 所以才会反应过激 乔宇摇摇头 我看出她的疲惫和失望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即便是周一和乔宇 这样的金童玉女 天作之合 临走时 我悄悄把周一叫到一边 劝她不要太敏感 相信乔宇的为人 给她一些自由空间 周一愣了好半天 才冷冷地说 秋晨 你不懂 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 我还没起床 就被手机铃声 给惊醒了 我迷迷糊糊地接通电话 立刻惊出一身冷汗 居然是乔宇的妈妈 一向温柔优雅的阿姨 这会儿却急迫慌乱 晨晨 你快来小宇小区的地下车库 她出事了 那一瞬间 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却本能地觉得彻骨冰冷 我赶到乔宇的小区 地下车户门口挤满了人 还有很多带着摄像机的记者 我拦住一个路人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那人带着幸灾乐祸和鄙夷 神秘地说 死人了 一男一女死在了车里 我疯了一般地冲下去 人群簇拥出一片喧闹 夹杂着隐约的哭声 是乔宇 他和孙磊一起 死在了车里 警察在勘察现场 又记着不顾阻拦的拍照 乔宇的父母哭得沉痛而泣离 然后我看到了周易 他在距我不远的地方 麻木地蹲着 像一座惊年累月的雕像 乔宇的事情闹得很大 一男一女地下车库 非正常死亡 这些词带着隐秘和刺激 太符合桃色新闻的定位 于是各种狗血消息满天飞 我问了和乔宇熟悉的同事 事发那天晚上 乔宇部门刚完成一个项目 轻功聚餐 大家连愁加班 终于拿下这个大单子 所有人都很高兴 一个个喝得东倒西外 结束后 孙雷自告奋勇要送他回去 尽管喝了酒 他仍一个劲地说自己没醉 还很清醒 叶医生 一时没找到代价 同事们也都喝高了 疲惫不堪 就由他们去了 可能到了之后 他们又谈起工作 或者前段时间连周加班太累 又喝了酒 不小心睡着了 车里长时间开着空调 又处在地下车库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 一氧化碳中毒造成死亡 被发现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两个人衣衫整齐 看起来像是安详地睡着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们之间存在暧昧关系 偷情更是无稽这台 但是传闻却非常离谱 说乔宇出轨小鲜肉 车阵而亡 水晶洋花的女人遭到了报应 那段时间 连乔宇的爸妈出门 都有人指指点点 乔宇混化那天 下了很大的雪 我看着千灰色的天空下 飘着洁白无暇的雪花 内心满是悲伤和空芒 在门前的廊下待了片刻 周易这时候走到我身边 他的脸上有痛苦 也有悲愤和屈辱 他声音低沉地说 秋晨 陪我喝一杯吧 乔宇死后 我一直想找个和周易独处的机会 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 我们在街边随便找了家饭馆 要了两瓶白酒 乔宇一夜未归 你难道都不担心他吗 我直视着周易的眼睛 咄咄逼人地吻 周易惨然一笑 我们正冷战 好久都没说话了 我想要孩子 他却执意不堪 根本不在意我的感受 他工作忙 通宵加班也是有过的 我怎么能想到 我仰头灌下一杯酒 让那份烧灼感 从喉咙蔓延到肠胃 很难受 但我却觉得痛快 那天我没喝醉 周易却醉得一塌糊涂 我们从饭馆出来 雪已经下了牢后 周易亮亮呛呛地走着 不小心被什么 绊了一下摔倒了 他没起来 就那么顺势趴在雪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他歇斯滴滴地喊着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我开始后悔 刚才为什么要质问周易 让他雪上加霜 乔宜骤然离世 又是这样一种方式 被伤得最深的 应该就是他了吧 失去挚爱的妻子 还要忍受谣言的重伤 这几天 有多少熟悉的人 在背后讥笑 说周易被戴了绿帽子 我的眼泪 似乎忌惮地流出来 从滚烫到冰冷 缓缓滴到脚下的雪地里 我亲如姐妹的闺蜜 我默默爱着的男人 我发誓 永远不要打扰的幸福一对 怎么会以这样的悲剧结束 乔宜死后 我的生活更加单调乏味 妈妈移民出国 爸爸早已在婚 多年不再来往 我本就没有亲人 现在更是失去了 唯一的朋友 上班下班 家单位 两点一线 机械而枯燥 只有周易 偶尔会给我打电话 约着吃顿饭 续续地回忆些 九月往事 她闭口不再谈巧语 我怕勾起她的伤心 也刻意不在她面前提起 春天的夜晚 有柔柔的月光 我们喝了几杯酒 一前一后 缓缓走在树影婆娑的 凌云道上 周易忽然喊着我 秋晨 我回过头 路灯下 她的眼睛 有一样的光芒 她清楚地说 秋晨 我们俩 在一起吧 我以为听错了 大脑一片空白 愣愣地说 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在一起吧 这些年 你不是因为喜欢我 才一直单身的吗 周易追上来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一下子愣了好半天 才小声问 你怎么知道 她淡然地笑笑 我早就知道 只不过我先一步 爱上了乔宇 没办法接受你 只能佯装不值 这次乔宇死后 她第一次提到 她的名字 原来她真的 一直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我沉默不语 心里无味杂陈 周易沉痛地说 现在 我没兴趣去认识 表姐别的女人 估计你也是 或许我们俩 才是更适合彼此的人 都出自单亲家庭 都性格孤僻 也都更为专一 眼泪不受控制 滚滚而落 她说的没错 自幼父母离异 缺乏亲情 我渴望组建 一个幸福的家庭 弥补生命中 最大的缺憾 然而相过 无数次亲 却总是无疾而终 本来我已经 做好打算 这辈子会孤独终老 就在那个夜晚 我接受了周易 我有生之年 唯一爱上的男人 我们悄悄领了证 搬在一起 没有公开 也没有举办任何仪式 我们的婚姻 更像是一对 孤苦无依的男女 凑在一起 抱团取暖 婚后的生活 简单而平淡 我们都过了 激情四射的年纪 有相识多年 从一开始 就像老夫老妻 细水长流 波澜不尽 但我和周易 都很享受 这样的日子 我们俩都内向孤僻 不善社交 不许热闹 除了工作 大部分时间 都宅在家里 周易依然保持着 高中时的爱好 收集各种汽车模型 拆拆谢谢 有时甚至自己 动手设计 而我看书 看电影 追剧养花 钻研厨艺 看得出来 周易对我很满意 之前他和乔宇 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这儿 百分之百不存在 我没有什么醋 可以让周易吃 他很清楚 从18岁开始 他却是我的唯一 半年后 我怀孕了 得知消息后 周易居然袭击而起 抱着我 连转了好几圈 我们之间 从没有过这样 一直都是相敬如宾 周易的疯狂举动 让我心里泛起 一阵甜蜜的涟漪 我开始憧憬 未来我们会成为 最幸福的三口之家 有相爱的父母 可爱的孩子 相依相断 永不分开 周易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体贴 细心 我相信 他将来会成为 一个很好的父亲 那天 我和周易一起开车出去 我突然想吃橘子 他把车停在路边 去对面的水果摊 给我买 我在车里坐着 有些无聊 也想下去透透气 然而 我却无论如何 都打不开车门 刚开始 我以为是 同所处于开启状态 反复搬了好几次 车门却依然纹丝不动 周易买了橘子过来 从外面轻而易举 就拉开了车门 他跳上驾驶座 看到我一脸困惑 便笑着问 怎么了 我不解的说 车门从里面打不开 我刚才开了老半天 周易愣了一下 一边发动车子 一边转过脸 直视前方 哦 可能是哪出故障了 待会我看看 周易的业余时间 全部都用在 研究汽车上 因此 他很精通汽车的构造 出了问题 自己就能搞定 我顶点头 嗯 赶紧修 万一我自己 坐在车里出不去 多危险啊 我突然顿住了 秋日的阳光 透过车窗 暖暖地洒进来 我却在那一个瞬间 想到了乔宇 这辆车 正是乔宇生前开的 那天晚上 他会不会也是因为 从里面打不开车门 又喝醉了酒 意识不清 所以才开着空调 在车里睡 以至于中毒而亡呢 这个念头 让我面色苍白 双手情不自禁地颤抖 周易看向我 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 似乎要把这个想法 从脑海中赶走 我笑笑说 没事 到家后车停下来 周易在车里 捣鼓了一掌 轻松地说 好了 我拉开车门下了车 午后 周易又钻进书房 研究他的爱好了 我拿着车钥匙 悄悄出了门 我把车开到4S店 把上午遇到的情况 说了一遍 店员很困惑 说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车门从里面打不开 应该都是同锁的原因 后来 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维修工 钻进车里 仔细查看一番 片刻后 他尽叫 哎哟 车门的锁被改装过 还是个行家呢 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他很快从车里出来 周梅对我说 没事 刀疼这要干嘛 锁在车里出不去 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浑身颤抖 哆哆嗦嗦地上了车 周易这时候打来电话 秋晨 你在哪儿 你怎么把车开走了 我竭力使自己平复下来 我出来有点事 马上回去 到家后 周易一看见我 就诧异地 略带抱怨地质问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开车出去干什么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关上门 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去了4S店 师傅说 车的门锁做过改装 可以在某种情况下 使车门从里面打不开 用钥匙也打不开 是你改的吗 你为什么要改这个 周易的脸 一下子变得惨白 我心里的最后一丝侥幸 也荡然无存 乔宇就是打不开车门 才死的对吗 他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你精心设计的对吗 我逼近他 毫不留情地问道 周易颓然地蹲在地上 抱住了头 不 我没想让他死 我就是生气 想把他锁车里 让他出球 我也没有想到 他会开了空调 睡在地下车库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可以把车 开出去求救啊 一男一女大晚上 坐在车里出不去 偏偏又喝了酒 很容易睡过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悲愤地大声喊起来 他和孙磊走得很近 他出去应酬 都是孙磊送他回来 我去接待他 反而不让 我生气所以 他不让你接受 因为你小心眼 因为你善度 你想控制乔宇 控制不住就杀了他 你这个恶魔 激动使我口不作严 我没杀他 这是意外 意外 我爱他 怕他变心 我怕他变心 我爸妈离婚 就是因为妈妈出轨 爱上了别人 周易还在说着什么 我却听不进去了 我打开门 想要逃出去 周易拉住我 秋晨 都是我的错 你打我骂我都行 千万不要说出去 想想我们的孩子 想想我们多不容易 才走到一起 我厌恶地 把他的手打开 转身出了门 大脑一片混沌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怎么办 我要举报周易吗 她是我的丈夫 是我肚子里 孩子的父亲 是我从十八岁 就爱上的男人 是的 她并非续帽 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我完全可以 扬装不知道 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 可是 就因为她的举动 两条鲜活的生命 相消欲远 其中的一个 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的喉咙又干又急 那一刻 我又想到了 我和乔宇的初始 当时我才十岁 和妈妈搬到新家的第一天 她就出去忙了 屋里空气安静 我把门打开 在门口袭地而坐 吃一个冷掉的汉堡 那时妈妈送我来时 顺道给我买的午餐 胃酮嚼地咽了下去 不小心咽了一下 顿时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真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时 一只手伸过来 递给我一瓶水 我抬起头 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 大小的女孩 她穿着一条好看的粉色裙子 满脸笑意 你好啊 我叫乔宇 你是新班来的吗 我机械地往前走 回忆让我泪流满面 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抬起头 发现我走到了乔宇的娘家 我敲开门 乔宇的爸妈都在 阿姨尽量地眼珠变得浑浊 叔叔心肠的身材 变得臃肿 几个月未见 他们变得呆滞 冷漠 老太隆重 唯一的女儿死后 仿佛把他们的灵魂也带走了 屋里凌乱不堪 家具布满了灰尘 依稀仿佛 我又回到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 那天晚上 妈妈迟迟未归 我怕得要命 乔宇的善意给了我勇气 我敲开对面的门 乔宇妈妈问明情况 很热情地引我进去 那曾经是一个多温馨的家呀 暖黄色的灯光下 电视里正唱着一首好听的歌 乔宇的爸爸 在沙发上坐着 手里捧着一卷书 看见我 他放下书 对我微微笑着 你好啊 乔宇兴奋地跑过来 拉着我的手 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 他的房间整洁又漂亮 挂满了他从小到大的照片 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摆设 沙漏 套娃 音乐盒 乔宇的爸妈肩并肩站在门口 他们安静慈爱地看着我们 视而相视一笑 他们多亲热 多相爱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 家可以是这样的 温暖 温情 让人放松 心存愉悦 那些年 我在这里度过多少快乐时光 妈妈顾不上我的时候 我在这里蹭饭 留宿 得到安全和照顾 我生命里对爱的渴望和了解 都来自这里 可是现在呢 这个家只剩下一对孤苦无一的老人 满是苍凉寂寞 善良如他们 凭什么遭到如此报应 善良如乔宇 凭什么要死于非命 还要被造谣重伤 我走出乔宇家 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对自己说 去公安局 我要让逍遥法外的人 得到惩罚 秋阳灿烂 不现一顶 恍如一个最华丽的梦境 一觉醒来 好闺蜜的老公陈军死在了我的床上 看着对面那张陌生的脸 我瞬间吓得尖叫一声 从床上连滚带爬跌落在地上 这时 我老公张许和闺蜜周慧 从外面冲进来 周慧拼命撕扯拍打着我的头发 声嘶力竭地控诉我 李英 你对得起我吗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 你居然勾引我老公 我打死你这个下贱不要脸的狐狸精 我急忙挣扎 不停地向他摇头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 简周慧情绪激动 我只能转向老公张许辩解 老公 你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跟陈军私底下都没联系过 我怎么会勾引他呢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张许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伸手把床上还躺着的陈军翻过身来 瞬间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陈军死了 我一下子呆立在原地 时 什么 陈军死了 我闺蜜的老公死在了我的床上 我头皮发麻 大脑一片空白 面对这种情景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周慧泽痛哭流涕地扑在床檐边 撕扯着陈军的光膀子 你这个杀千刀的 背着我偷女人 还偷到我闺蜜头上 你怎么对得起我 现在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我跌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望着陈军那张惨白清黑的脸 感觉脊背都在发凉 我仰起头 抓着张许的裤腿 批命地哀求 老公 你相信我 我没有出轨 不信 你检查我的手机 周慧冷冷一笑 拽着我的头发 把我拖到客厅的矮桌上 将一部手机狠狠地拍在上面 检查手机 你以为我跟张许 是怎么发现你俩私情 赶过来抓奸的 那是陈军的手机 我哆嗦嗦地打开了屏幕 入眼看到的 却都是我跟陈军不堪入目的照片 画面中 我躺在床上 缩在陈军的怀里 摆出各种姿势 看那些照片的穿着和细节 还不是同一天拍的 最起码有好几个月时间了 我一时间哑口无言 只能摇着头看向张许 我确实跟陈军没关系 咱们结婚这么多年 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这些照片肯定是屁的 你相信我 不然咱们报警 张许面露闲雾 冷冷地甩开我的手 反问 报警 把事情闹大了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的好哥们给我戴绿帽子 死在我老婆的床上吗 他侧手指着房间的门 眼中压抑着悲愤 你给我滚 从今以后 别再让我看到你 张许拽着我的胳膊 把我拽了起来 他像是被激怒的野兽 把我推着嗓着 往门外赶 我私生哭诉 抓着他的胳膊 求他相信我 可他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我被他硬生生地拽到门口 往外面一推 绊到门槛 还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 今天是周末 邻居们不用上班 听到动静 也全都探出头来 对着我们指着点点的 周慧尖着嗓子扑了出来 指着我的身影扬声骂道 大家快来看啊 就是这个贱人 他勾引我老公 我老公死在了他的床上 因为周慧的宣扬 整栋楼的人都沸腾了 住在对面的大妈一脸闲雾地望着我 我就说这艘狐狸不是什么好人 平时在我们老杨面前都搔手弄姿的 没想到还真敢把男人勾回到家里 真是晦气 住在楼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人 眼神猥琐地打亮着我 不会吧 还闹出了人命 玩得挺花呀 我还穿着松垮的睡衣 赤着脚站在门口 那些人异样的眼神像是刀子 扎得我全身疼 张许向我怒吼 你还愣着干什么 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吗 给我滚 外面天寒地冻的 我穿着睡衣 连双鞋都没有 因为无处可去 我一边哭 一边走到小区附近的公园里 关于我跟陈军的事情 已经在小区周边传开了 周慧像疯了似的 在业主群发消息 还都是我跟他老公陈军的暧昧照片 大家快来看啊 这就是那对渣男贱女 我老公就是死在这个贱人的床上 亏我把她当成最好的闺蜜 她被地里睡我男人 公园有几个锻炼的大爷大妈 也聚在人工湖旁边的大石头上闲聊 听说了吗 咱们小区有对肩夫淫妇被抓奸了 那男的还死在女的床上 真是作孽哦 听说那女的已经被她老公赶出来了 发生这种事情 她以后还怎么见人 我穿着睡衣 冻得瑟瑟发抖 无力地辩解 我没有 我没有出轨 她也不是我害死的 但那些人不听 见我靠近 全都像见到疯子温神似的避开了 最后 有个站在凉亭里的大爷打量着我 冷亨说 你说 你没害死人 那总得拿出证据来才行啊 人家老婆亲自登门抓得奸 你老公都把你赶出家门了 你跟我们外人说这些 听到老大爷的话 我愣了一下 刚才因为突遭巨变慌乱的思绪 瞬间有了个定海神针 说得对 我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没做过的事情 就是没做过 我一定要查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冷到打牙颤 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 我要报警 我家死人了 是一个女警官接待了我 她见我全身上下 只穿了一层睡衣 还特意找了衣服给我换上 女警官给我倒了杯热水 先喝点水吧 我同事已经赶去了解情况了 你提交给我们的那些照片 也找了专门的技术科做鉴定 如果是屁的 很快就能出结果的 我收敛思绪 点了点头 等待着鉴定的结果 有两个男警官先回来的 跟他们一起回来的 还有张许和周慧 一看到我 周慧就情绪激动 扑上来想打我 就是他害死我老公 我老公的尸体 还在他床上躺着呢 你们这些警察是怎么回事 你们抓我们来干什么 还调查什么 警察拉住了周慧 并严厉地说 这里是警察局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们警方办案 是要讲究真凭实据的 陈先生究竟是猝死 还是他杀 要等尸体检验报告出来再说 我们今天叫你们来 只是先了解一下 初步的情况 请你们配合调查 周慧告诉警察 昨天晚上 他在陈军的手机里看到 跟我的暧昧照片 他当时气疯了 找我的老公张许商量对策 因为陈军一晚上都没回家 他俩料想 我跟陈军肯定又搞到一起 所以他们才在早上赶过来抓奸 却没想到 看到陈军死在了我的床上 周慧一边哭 一边说 我老公心脏不太好 肯定是跟他玩过头了 才猝死的 张许泽焦头烂额地说 警察先生 我老婆一直都挺贤惠的 我们夫妻也很恩爱 除了好些年没孩子这点 家里没有半点毛病 要不是看到那些照片 我也不敢相信他出轨了 这时 鉴定科的人来了 当场宣告 周慧从陈军手机里发现的那些照片 居然全都是真的 听到这个结果 我瞬间茫然了 我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 我跟陈军私底下没有联系 张许恼了 没有联系 你俩拍这样的照片 他还死在你的床上 警方又把我们俩拉开了 分别询问了一些事 他们问张许 平时跟陈军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两家私底下都有什么来往 以及我有没有什么精神病史之类的 我跟周慧是很好的闺蜜 张许跟陈军平时关系也不错 总是一起聚餐什么的 张许爱钓鱼 他跟陈军经常一起出去钓鱼 俩人称兄道弟的 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陈军在街区开了家鱼剧店 张许则在大型超市里当经理 周慧以前在超市里工作 但后来 因为他形象好 气质佳 嫌超市工资太低 在我的介绍下 去金店应聘当导购员 我以前也在那家金店工作 但半年前 婆婆突然摔倒 断了两根肋骨 张许把婆婆接过来 为了方便照顾婆婆 她让我辞职回家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我们家当然没有精神病史 我明确地知道 我跟陈军绝对没关系 我忽然想到什么 找到我的手机 把我跟陈军聊天记录 拿给警方看 这是我自从加到陈军以来 所有的聊天记录 你们不是怀疑 我跟陈军有染吗 那我们私底下应该有来往吧 你们可以查查看 找到一条暧昧的短信 就算是我出轨害死肩肤 警方调取了 我跟陈军所有的聊天记录 跟陈军手机里的相对应 不存在伪造或者删除的可能性 我跟陈军自从加好友以后 总共聊天没超过十句话 还都是围绕周慧的话题 周慧猛逼了 张许也傻眼了 最后周慧迟疑地问 有没有可能 他俩用小号之类的 警方向我询问案发当晚的事情经过 我回忆着说 那天晚上 我老公张许在超市加班工作 大概下午六点 他打电话给我 说超市仓库有批货要处理 今晚不能回家了 所以就我跟姐姐吃了饭 我现在没工作 就留在家里给她和姐姐做饭 吃完饭 我看了会电视就睡着了 警察忽然问 你有姐姐 我陡然想起来一件事 回答说 是 那是张许的姐姐 张许的姐姐名叫张荣 跟她老公离婚后 回到了娘家 以前一直在乡下陪我婆婆住 但半年前 我婆婆受伤骨折 她跟着一起搬来 跟我照顾婆婆 顺便在城市里找了份保姆的工作 婆婆伤好以后 她没跟婆婆一起回去 而是一直借住在我们家里 昨天晚上 张许没回来 但姐姐是在家的 如果家里真有什么事 她肯定是知道的 然而 面对警方的询问 张荣回答说 我不知道 我昨晚睡得死 没听到什么动静 我急了 姐 平时张许在外出差 就咱们俩在家 你给我说句公道话 我是那种出轨找男人的人吗 我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但凡出点声 有点不寻常的事 你都知道吧 张荣悠悠一笑 喝了一声 说 我是干保姆的 有时候会留在雇主家睡觉 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 你有没有偷男人 理应 我们陈家就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 我要是你 早一头撞死在墙上了 婆家张荣跟我关系不好 因我跟张许结婚多年也没孩子 他们老张家对我颇有怨言 但我跟张许结婚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 他们家只出了十几万的彩礼 离了婚 张许连在城市里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 张家对孩子的事才敢怒不敢言 那个看起来惊艳老道的警察 打亮着我们几个人 最终向女警官使了实眼色 说 先带她去医院做个检查 我在女警官的陪同下 去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我的身上包括身体里 没有任何有关陈军的痕迹 也就是说 她仅是尸体躺在我的身边 睡了一个晚上 什么都没跟我做 而且 在随后的检查中 医生还发现 我的尿液中 含有大量的安眠药成分 面对这个结果 张许说 那就是陈军这个王八蛋 看上了我老婆 偷偷在我们家的饭食 中下了安眠药 等我老婆睡着了 再潜入我家 躺在我老婆身边 拍了那种照片 她一脸愧疚地 看向我 还上前拉着我的手 说 老婆 对不起 是我错怪了你 也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被张许拉着手 我有点发猛 事情真相确实是这样吗 陈军喜欢我 所以才给我下安眠药 半夜三更潜入我家 偷拍我的那种照片 可是 我摇了摇头 说 这不太对劲 张许却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说 有什么不对劲的 警察不都还了你清白吗 就是陈军那个王八蛋 自作自受 他肯定是偷拍的时候 太紧张了 引发了心脏病 多行不易避自闭 见我仍是愣神 他又摇了摇我 说 查案办案是警察的事 跟咱们没关系 陈军的事件报告 还没出来 关于他的死因 还没有定论 警察 让我们先回去 等待结果 可以想到 陈军死在我的床上 我就怎么也安不下心 直到晚上 前同事打电话 未问我 还有意无意地说了句 陈军也真是的 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人 前段时间 还看到他去总店 给周慧买金首饰呢 没想到私底下 干这样的事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追问 你说陈军去总店 给周慧买金首饰 前同事告诉我 大概三个月前 他去总店拿货的时候 看到陈军在 鬼头鬼脑买金首饰 他回忆着说 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来着 怎么这时候 想到买金首饰 陈军挺紧张的 还说是买给周慧的礼物 想给周慧一个惊喜 让我们千万不要跟周慧说 我顿时警觉起来 反问 那周慧知道 基首饰的事吗 前同事回答 知道啊 后来他还把金镯子 带去给我们炫耀呢 但我还是打了电话 找周慧确认 周慧也承认了 金首饰是陈军给我买的 他说我生日快到了 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反问他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自己就是金店的导购 如果他想买金首饰的话 找你就行了 更方便还能拿到更多的折扣 还能给你加业绩 他为什么偏偏跑去总店买 周慧不耐烦地说 说了他想给我惊喜啊 肯定要偷偷买 不能让我知道吗 我悠悠地问 可你想想看 陈军是这样浪漫大方的人吗 陈军比周慧大了几岁 以前周慧就经常跟我抱怨 说跟陈军没有共同话题 陈军为人抠门 别说什么金首饰 就是周慧洗澡多吹了几分钟的头发 他都要念叨着浪费 给家里买个电视都要东拼西凑 别家折扣才可以 那不太像他能做出来的事 周慧也意识到什么 反问我 你什么意思 我寻寻善诱地说 你觉得他在总店买的金首饰 真是送你的吗 确定不是被熟人发现之后 为了糊弄你 只能再给你也买一个 简而言之 你怎么确定他当时只买了一个 想明白这点 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之前一直感觉不对劲 如果陈军针对我有那种意思 按理说 他日常生活中也会表露出来 像我献殷勤 不怀好意接近我之类的 可关键是 我俩平时连聊天都很少 根本没什么特别的交集 周慧急了 质问我 如果你跟我老公没关系 那他手机里怎么有你那种照片 我反问 或许是为了保护和遮掩其他的什么人呢 我知道真正跟陈军出轨偷情的人是谁了 姐姐张荣打电话给我和张许 说自己跟雇主辞职了 打算回老家照看婆婆 我们回复说 你先回家一趟再说吧 张荣回来时 我们都坐在客厅里等着他 见我们目光一样 张荣瞬间紧张 他磕磕巴巴地问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呀 干啥这么看着我 我冷冷一笑 反问他 姐 你之前买的金镯子呢 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张荣瞬间紧张起来 瞎意识地遮住手腕 说 这是我花了工资 自己买的 我把陈军在总店购买 金镯子的单子拍出来 反问 确定不是陈军给你买的 张荣离婚后 是被前夫一家 净身出户赶出来的 他没什么钱 不然也不会一直借住在我们家了 他也是为了维持生计 才给人家当保姆的 当然不舍得花这么多钱 给自己买金镯子 而且 平时张许工作忙 就我跟张荣在家 陈军一个外人 哪有机会给我下安眠药 就算下了安眠药 张荣就在家里 他想闹出什么动静的话 张荣肯定会知道 所以 从一开始 我们就想错了 真正给我下安眠药的人是张荣 跟陈军偷情出轨的人 也是张荣 面对证据确凿 张荣只能承认了 他来我们家不久后 就跟陈军看对眼了 陈军向他抱怨 周会太强势 不是会过日子的人 而张荣呢 刚跟老公离婚 还寄人篱下 在陈军的公事下 很快就沦陷了 张荣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后来他跟我说 他老婆好像发现了我们的事 担心周会找到我头上 所以才让我给李英下安眠药 故意拍下那种照片 误导他老婆以为是李英 听到他的话 我的火气蹭了一下就窜了起来 上去给了张荣一个耳光 你特么还说自己老张家 从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情 慢我不要脸 你自己呢 你不说要你是我的话 早就一头撞死了 你现在怎么不死啊 张荣告诉我 他跟陈军在一起 挺久了 张荣做保姆的那户人家 只有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 老太太耳力不太好 而作为保姆 他要时常留宿在雇主家里 照顾老太太 所以他跟陈军 日常就是在那里私会 但偶尔陈军也会来家里找他 老太太年纪大了 事情多 晚上休息也不好 他就买了好多安眠药 平时往老太太的茶饭里一放 就省事多了 后来 未免我发现 他跟陈军的私情 陈军每次来家里找他 他都会给我下安眠药 那天晚上 他跟陈军正办这事呢 陈军忽然猝死 倒在了他的身上 他很害怕 而且他一个女人家 哪有力气处理陈军的尸体 所以 他看到了 躺在隔壁主卧的我 趁我要进还没过 就把陈军的尸体 搬到了我的床上 这也是张许和张慧来抓奸 看到陈军死在 我床上的原因 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气得憋着眼泪 抓着张蓉 让他去警局自首 张蓉拼命地甩开我的手 哆嗦着往沙发后面躲 我不去 这么丢人的事情 真被外人知道了 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反正你已经证明清白了 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 我笑了 你自己做的丑事 却把陈军的尸体 拖到我的床上 你把脏水 泼到我头上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 我会因此 被人议论 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有想过我的处境吗 就在我跟张蓉 对峙的时候 警局那边来了电话 陈军的死因调查 结果出来了 不是猝死 而是中毒 在警局里 张蓉生死历劫的辩解 不是我杀他 我这么喜欢他 还想跟他在一起的 我做什么要杀他 警察分析了 张蓉确实没有 杀害陈军的理由 毕竟就算他想对陈军下手 也不会这么蠢 让人死在自己的床上 还用那种拙劣的手段 嫁祸给我 张蓉像是想到了什么 指着周慧说 我知道了 是他对陈军下毒 那一瞬间 我们全都愣住了 周慧回过神来 上前扑打他 你勾引我老公 现在还想陷害我 我干嘛对我老公下毒 张蓉撕扯着 摆脱周慧的追打 冷哼一声 因为你跟我弟弟张徐有私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张徐早就勾搭上了 那天张徐给我妈打电话 我都听到了 我妈说 弟妹不能生孩子 让我弟早点想办法跟他离婚 张徐说了 他在外面已经有人了 张蓉生生 质问地说 那个人就是你 你跟张徐早就串通好了 抓奸李英跟你老公 然后你俩再名正言顺在一起 你肯定是为了离婚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下毒杀了陈军 对于这个消息 我如遭雷击 呆愣在原地 我正正地看向张许和周慧 那两个人全都心虚地 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扑上去质问张许 你真的出轨了 还是跟周慧 张许躲躲闪闪地说 你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为了脱罪 胡乱拍咬别人 张蓉冷冷一笑 反问 我胡乱拍咬别人 李英 你还记不记得 之前你在客厅 捡到一条女士内裤 张许当时解释说是我的 我也承认了 但那条内裤 根本不是我的 那几天你回娘家 她把你的好闺蜜 带回来鬼混 我早就知道 她俩的私情了 我跟陈军 也早就打算好了 等他俩的事闹出来 让陈军跟周慧离婚 我们俩在明正言顺在一起 我都要跟陈军结婚了 我怎么会杀她呢 面对警方的审讯 周慧坦白了 跟张许偷情出轨的事 以前她在超市工作 跟张许本是同事 俩人早就没来眼去 有点意思了 她跟陈军感情不和 抱怨陈军年纪大了点 跟自己沟通不来 还整天守着那家破破烂烂的鱼具店 一年到头 也赚不了几个钱 张许则向他抱怨 我生不出孩子 现在连工作也没了 整天在家里闲吃闲喝 一大家子全指望他一个人养着 他压力很大等等 俩人一来二去勾搭到一起 但周慧坚决否认自己下毒杀害陈军的事 周慧极力向警方辩解 我只是想跟他离婚 我手上还有他出轨的证据 只要离婚就可以了 我连跟他出轨的三都搞错了 我干嘛非要下毒杀他呢 警方也很快排除了周慧的嫌疑 原因很简单 让陈军中毒死亡的毒 要笑很快 他应该是在我家里中毒的 最终 警方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到张许的身上 张许笑了笑 无奈地说 我是跟周慧出轨了 但我也没有理由杀他呀 我冷冷一笑 回答说 你有 你以为跟陈军出轨的人是我 你想揭穿出轨的事 把我赶出家门 这样 你就能名正言顺跟我离婚 甚至要求我净身出户 你往我身上泼脏水 这样一来 我也没脸跟你争财产 现在 我算是明白 从发现陈军死在我床上之后 张许异常表现的原因了 他口口声声说我给他戴绿帽子 让他的好兄弟死在我的床上 让他丢尽颜面 却放任周慧把事情闹大 恨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出轨的事 发现陈军死在家里 他第一件事不是报警 而是急着把我赶走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毕竟陈军死在我的床上 他的手机里还有关于我的暧昧照片 他只需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事后把我赶出家门 然后串通周慧 料理陈军的后事 这样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掩盖他的罪行 只是他想不到 我会不甘心地报警 而跟陈军出轨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的姐姐张荣 但张许就是不肯承认杀害陈军的事实 他还各种狡辩 我以为跟陈军出轨的人是李英 那我只需要捉奸在床就可以了 没必要闹出人命吧 警察搜查了我家 家里的冰箱 饮水机 包括我们之前吃剩的饭菜 全都检测了一遍 但并没有发现 让陈军中毒的物质 见到这种情形 张许还在狡辩 你们都查到了吧 我真没有下毒 李英跟我姐都可以作证 案发的时候 我都没有回家 既然陈军是在我家里中毒的 我总不能对他精准投毒吧 李英跟我姐都在家 陈军都被毒死了 怎么他们俩没事 张荣后来也回忆说 陈军来找他的时候 我喝安眠药睡得很沉 当时陈军在家里什么都没吃 连口水都没喝 就进浴室洗了个澡 所以不可能是张许对他下毒的 因为张荣的证词 警察又彻彻底底地搜查了一遍浴室 最终在我家的马桶里找到了答案 警察将两份证据摆到张许的面前 第一份证据 是他舅舅以前多次在农村乡下 独狗偷狗被派出所关押的案底 第二份证据是我们小区化粪池中的水质检测 检测出了致使陈军中毒的毒素物质 跟他舅舅常年储存用来偷狗的毒药一模一样 据法医和警方分析 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 我们家里本来就储存了张许舅舅用来偷狗的那种毒药 但被张许倒在了卫生间的马桶里 那种毒药具有很强的挥发性 而我们家的浴室正对着客厅 所以平时为了空气清洁 都是把浴室的门紧闭的 这也就导致了 浴室中充满了具有挥发性的毒素气体 而那天 我被张荣下了安眠药 没有洗澡 就昏昏沉沉地去主卧睡觉了 张荣是洗了澡 但在陈军之后 那时候浴室中的毒性已经挥发得差不多了 陈军是中了毒 但放在寻常人身上 不可能这么快就死了 可关键是 他有心源性心脏病 被毒性激发 导致器官衰竭 因此反应也很明显 面对证据确凿 张许交代了 那些毒药 确实是他从舅舅家里拿来的 但他是为了要我们家的老鼠 而不是给人投毒 他是感觉那些毒药没用了 留在家里也是隐患 所以才到进马桶里冲走的 但没想到 这要巧合 陈军晚上来了我家 还进浴室洗了澡 面对警方的审讯 他还很无辜地辩解说 我在我自己家 把毒药倒进马桶里 又没倒进他的水杯里 这只能算是巧合的意外 不能算是投毒吧 警方再次冷笑 并甩出了证据 根据我们调查 你这半年内都没有去过舅舅家 你的这些毒药是哪来的 警察调查了张许的通讯记录 发现他在案发前曾给婆婆打过电话 对此张许的辩解是 我妈之前摔断了肋骨 身体一直不好 我关心他 关于那些毒药 他又解释说 我舅舅在农村多次要狗 被派出所抓住以后 就不干这行了 家里的药也没用了 正好我老家那里闹老鼠 我妈他们把药拿来要老鼠的 之前我妈摔断肋骨 我跟媳妇回老家把他接过来 正好从家里拿了点 对于张许的证词 警方分开审讯了婆婆 农村老太太 哪见过这种阵仗 当然不会像张许这样 有嘴滑舌的狡辩 警察没问他几句 老太太就全都交代了 那些毒药 是他当初来我家养伤的时候 带上的 不是为了要老鼠 而是给我下毒 他还说得义正言辞的 这个贱人嫁进我们家这么久 连个孩子都没有 还缠着我儿子不肯离婚 我的宝贝儿子 怎么能因为他绝后 我就是想毒死他 给我儿子再换个老婆 就是当时没机会下手 我伤好以后 又回了乡下 那些毒药就留在城里了 婆婆说 他给张许打过电话询问毒药的事 还暗戳戳地想让张许毒死我 但张许当时告诉他 我出轨了 他也出轨了 等他抓奸在床后 就能跟周慧结婚了 婆婆一听 就让他把藏在家里的毒药处理了 所以张许才往马桶里倒毒药的 听完这些 我瞬间心寒 几倍都在发凉 我的好老公 平时嘴上对我说着甜言蜜语 背地里却跟我的闺蜜勾搭到一起 俩人合起伙来算计我 当初婆婆受伤需要休养的时候 她口口声声 自己是个男人 家里的顶梁柱 所以让我辞职 自己在外工作赚钱 到头来却嫌弃我找不到工作 让她一个人背负太多 我的好婆姐 离婚回家走投无路时 是我收留了她 平时给她洗衣服做饭 可她却不念着我的半点好 自己跟人出轨偷情 还把死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偷偷转移到我的床上嫁祸我 还有我的好婆婆 我像是女儿似的诚心对她 在她受伤休养的时候 是我端屎端尿地伺候她 可到头来 就因为我生不出孩子 她竟想毒死我 给自家宝贝儿子换个老婆 合着全家都在算计我呢 张许和婆婆被抓了 她姐姐张荣 也因为设计陷害被抓 一家人整整齐齐 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团聚了 直到那时 张许还在向我狡辩 李英 我没想杀你的 我真没想害你 我冷喝一声 反问 你是没想过要害我 还是没机会害我 我生生质问张许 我没想过要跟你离婚吗 你妈因为生不出孩子的事 处处为难我 我没少跟你提出离婚吧 但你不愿意 还嘴硬说什么 自己不介意 丁克也很好 你为什么不肯离婚 你妈为什么宁可下毒害死我 都不肯走正常的法律途径 你也很清楚 不就是想霸占家里的那点财产吗 找到我的错处 把我赶出家门 甚至害我一条命 那些财产就全是你们的了 你没想害死我 是因为你自觉手里有筹码 不需要再冒险 我问他 如果你没有看到陈军手机里的那些照片 怀疑我跟他出轨 知道自己在抓住把柄了 你确定不会像你妈说的那样 对我下毒 让我给你的小情人儿周慧藤位置 答案是肯定的 只能说 陈军拍下用来 害我的照片 反而阴错阳差救了我一命 我又说 当初是你要我辞职 辞职后空窗期找不到工作 也不是我故意的 你怎么有脸反过来抱怨 说我整天不出去工作 只让你养家的 还有生不出孩子的事 我甩出藏在包里很久的检验单 冷笑 不要一生不出孩子就怪女人 我给你留着脸呢 你跟你妈还真以为自己能行了 我跟张许结婚多年 还没有孩子 确实是她的原因 但我每次让她去医院做个检查 她都要跟我发脾气 还说丢人什么的 她跟她妈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我的身上 认为是我不是一生孩子 换个女人总行了吧 殊不知 别说是换个女人 就算换个母猪来 该生不出 还是生不出 在这场闹剧里 我像是砧板上的鱼肉 被他们几个人肆意算计宰割 幸好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 我没有妥协认输 而是选择报警 证明自己的清白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法律的裁决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公共错把孙女喊成女儿 儿子起疑去做鉴定 结果让全家人崩溃 口误不是什么大事 但有时候口误会引发很多不可收拾的局面 口误有时候会让一桩好好的婚姻走向破裂 所以很多时候说话做事须谨慎 否则产生的后果不是自己所能承担得起的 顾念念今年29岁 和老公苏子晨结婚已经三年 婚后 小两口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们天天出双入对 让人羡慕 顾念念和苏子晨 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当天晚上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聚会散场的时候 朋友把他们俩送去酒店 并帮他们办理了入住手续 朋友明明给他们俩开的是两个房间 可第二天早上 顾念念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男人 而自己却赤裸着身子 那个男人不是别人 而是苏子晨 顾念念吓了一跳 他大声质问苏子晨 你怎么在我房间的 昨晚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 说吧 顾念念不知所措地 把自己的头埋在被子里痛哭了起来 他越哭越难过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先别哭好吗 昨晚我也喝多了 头晕得很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苏子晨低声说道 那天苏子晨一直向顾念念道歉 同时还一再保证自己一定会对顾念念负责的 顾念念心烦就把他赶了出去 一个月后 顾念念发现自己一向准时来报到的例价 迟迟没有来 他顿时慌了神 最后在朋友的建议下 他去药店买了验运棒回来测试 谁知验运棒却显示两条杠 顾念念吓了一跳 思来想去后 他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因为他和苏子晨只是一面之缘 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 他不敢拿自己的婚姻当赌注 朋友劝他 念念 打掉孩子是件大事 我觉得你应该通知一下苏子晨 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他有知情权 不了 我和他不熟 这是我能做主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哦 未婚先孕要是传开了 我妈会打死我的 顾念念小声哀求着朋友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的顾大小姐 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不过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确定不告诉他吗 朋友试探着小声问顾念念 顾念念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我想清楚了 以后这是不许再提 顾念念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了 他有些忐忑不安的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医生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考虑好了 确定不把孩子留下来吗 顾念念想都没想就回答医生 想好了 也想清楚了 孩子现在开的不是时候 我决定放弃 医生摇了摇头 小声嘀咕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不把命当命看 哎 随后医院开了一些检查单 给了顾念念 然后和他定了手术时间 顾念念在朋友的陪同下做了检查 回家的路上 顾念念心情很沉重 他无心工作 随后便和公司请了假 窝在家里休息 期间苏紫辰曾不止一次找过他 可他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苏紫辰还曾找认识他们俩的朋友 约见顾念念 可他婉拒了 就这样在家待了几天 顾念念想了很多 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舍地 把自己肚子的孩子打掉 可他又不不愿意嫁给一个 自己并不熟悉的人 他在心里默念 如果还有机会 希望下次孩子还能选择他做妈妈 这次实在是抱歉 因为他不想随便走进婚姻的围城 一个星期后 顾念念在朋友的陪同下 再次来到医院 可进手术室时 顾念念于心不忍 他反悔了 顾念念本想瞒着所有人 偷偷把孩子生下来的 可朋友看不过眼 就把他怀孕的事告诉了苏紫辰 苏紫辰知道后 立马去买了戒指 然后到顾念念家找他 并向他求了婚 顾念念猛了 因为他还没有心理准备 直到顾念念怀孕后 苏紫辰主动把自己的工资卡上 交给顾念念 并承诺 一辈子都会对他好的 顾念念心里五味杂陈 因为他最想嫁的人不是苏紫辰 而是他的前男友唐伟杰 他和唐伟杰在一起三年 最终还是抵不过现实的残酷 最后他娶了别人 聚会那天他喝那么多酒 就是因为那天是唐伟杰和其他女人的新婚之夜 他心都碎了 和苏紫辰发生亲密关系 只是意外罢了 可苏紫辰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对他一见钟情 那天晚上 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和顾念念阴差阳错在一起 他觉得这是天注定的 就算顾念念没有怀孕 他也打算追求她 他想和她在一起一辈子 不离不弃 直到顾念念怀孕后 苏紫辰强烈要求 他辞职在家养胎 同时他还让顾念念 把房子退了 然后搬过去和他同住 这样不仅方便照顾他 而且也能让两人培养感情 一举两得 他何乐而不为呢 顾念念犹豫再三 最后同意了苏紫辰的提议 不久后便搬过去苏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培养感情 苏紫辰每天都按时上下班 只要有空 他就会陪顾念念出去走走看看 同时他也在马不停蹄地 准备他们的婚房 以及婚礼所有事宜 彩礼前 三金 以及改口费和婚戒 全部都是苏紫辰一个人负责 每天他都忙得像陀罗一样 可他还不忘抽空陪伴顾念念 苏紫辰的种种表现 让顾念念很满意 甚至一些小细节 让他感动不已 他脸上多了很多笑容 看到他过得开心 朋友都替他感到开心 并祝福他和苏紫辰 婚礼是在两个月后举行的 婚礼现场隆重而温馨 那天顾念念笑得很开心 她是苏紫辰最美丽的新娘 可以说顾念念和苏紫辰是先婚后爱 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 而是直接走进婚姻殿堂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几个月 一天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 顾念念突然觉得下腹部有些疼痛 不得已他把苏紫辰叫醒 然后让他把自己送去医院 因为他肚子越来越痛 他担心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有事 很快苏紫辰就把顾念念送到了医院 此时的他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后面经过检查需要立马做剖工手术 因为顾念念有早产迹象 不久后顾念念剖工产下了一名女婴 孩子因为才三十周 属于早产 必须要住在保温箱一段时间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顾不上多想 苏紫辰签了同一书 孩子很快就被送去了新生儿科 几天后顾念念就出院了 因为孩子一出生就进了保温箱 所以顾念念很是自责 同时也很担心孩子 可探视时间一周只有两天 而且只能视频看 不能近距离看 孩子在保温箱里的那两个月顾念念度日如年 他无时无刻想念孩子 他的心情很压抑 甚至有点抑郁 这可把苏紫辰吓坏了 他不停安慰顾念念 希望他能坚强一点 为了孩子能振作起来 把身体养好 以后才有力气照顾好孩子 两个月后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医生确定孩子没事后 就通知苏紫辰和顾念念 把孩子接回了家 并叮嘱他们一些注意事项 孩子回家后 因为月龄小 经常哭闹 但苏紫辰和顾念念 都很耐心地照顾孩子 半夜孩子要起床喝夜奶 为了让顾念念能多休息一会儿 苏紫辰自己起床泡奶喂孩子 经历过那么多事后 苏紫辰和顾念念的感情越来越好 他们几乎天天都出双入对 让人羡慕不已 可让人想不通的是 顾念念的公公明明才六十来岁 可他却一连叫错好几次孙女 公公把孙女错叫成女儿 刚开始家里人都以为是公公喝酒了 脑子不清晰 所以就把孙女叫成了女儿 苏紫辰也觉得自己的老爸很可笑 连这么低级的错误 老爸也能犯 他压根就没把老爸 叫错女儿的事放在心里 谁知老爸一连叫错了好几次 这就让苏紫辰有些不理解了 他开始留意了此事 看看到底是老爸口误 还是女儿的身世有问题 谁知一个星期后 公公再次把孙女叫做女儿 这次不仅是苏紫辰坐不住了 就连婆婆也颇有威严 他决定弄清女儿的身世之谜 当天晚上他趁给女儿洗澡的时候 偷偷从女儿头上剪下了一小撮头发 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 几天后 苏紫辰和女儿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报告显示他不是女儿生物学父亲 也就是说女儿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 当苏紫辰拿着亲子鉴定报告去找顾念念对质的时候 顾念念也猛了 他不肯定相信这个鉴定结果 为了让顾念念心服口服 苏紫辰提议他们和女儿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谁知第二次的鉴定结果和第一次的一样 他不是女儿生物学父亲 但顾念念却是女儿生物学母亲 苏紫辰怒了 他全心全意地对待顾念念母女俩 谁知到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可顾念念死活不承认自己在和苏紫辰在一起后 和其他男人有过亲密关系 因为他思想没那么开放 苏紫辰很痛苦 他爱顾念念 同时也很爱女儿 毕竟女儿从小都是他和顾念念一手带大的 每天他那么拼搏 为的就是让顾念念和女儿过得更好一些 可无论怎么怎样 他都不愿意替别人养孩子 顾念念也很痛苦 他想明白孩子不是苏紫辰的 那到底是谁的 因为他和前男友分手后 他除了和苏紫辰发生过关系外 他就没有和其他异性有过亲密接触 可问题到底出在哪 他也不知道 一家人顿时陷入了痛苦之中 难以自拔 而公公和婆婆 因为此事对顾念念和孩子的态度 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事后 公公解释他 为什么会把孙女叫错是女儿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 孙女长得一点都不像儿子 曾有邻居和亲戚 在背后议论过此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越长越大 他越发觉得 孩子有可能不是儿子的亲生女儿 于是便故意叫错 以此吸引儿子的注意 目的就是想 儿子彻查此事 苏紫辰和顾念念听了后 吓了一跳 两人没有说话 而是回了房间 你说问题会不会出在那天晚上 就是聚会上我们俩都喝醉的那天 我保证真的除了你外 我没有其他男人 那天晚上我记得 我们俩都喝了很多酒 可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又是怎么和你躺在一张床上的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 就发现你躺在我身边了 可在此之前 我从未那么失态过 而且我也很少喝酒 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又不知道 到底是哪里怪怪的 顾念念小声说道 苏紫辰沉默了一会后 突然说道 我平时的酒品也没那么差 更不会酒后乱性 那天晚上 确实有些不对劲 顾念念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立马拿出手机 给那天晚上一起参加聚会的好友 小美打去电话 电话里小美告诉顾念念 那天晚上我也喝多了 但是没醉 我本来想打车送你回家的 可张俊不同意 他说我喝了酒送你回去太危险了 后面他说他送你回去 还有 我记得那天晚上 苏紫辰也醉了不少酒 他似乎喝得比你还更醉 后面张俊给我打了一辆车 你和苏紫辰应该是他送回去的 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 念念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顾念念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了过去 就在这时 苏紫辰突然开口说道 我觉得那个张俊有问题 你觉得呢 会不会那天晚上 还没等苏紫辰说完 顾念念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觉得可怕 其实他和张俊不算太熟 但张俊却一直在追求他 因为不喜欢张俊那种类型 所以他曾当面拒绝了张俊 可张俊一直对他还抱有幻想 记得聚会那天晚上 顾念念原本不打算去参加的 可奈何小美想参加 因为他喜欢上另外一个男生 而那个男生那天晚上 也参加聚会 所以在小美的一再恳求下 最终顾念念答应 和小美一起去参加聚会 聚会那天晚上 因为当天是前男友的大婚之喜 顾念念心里很难过 毕竟两人当初是奔着结婚交往的 谁知在一起三年后前男友 还是抵不过残酷的现实 娶了别的女人 当顾念念得知前男友 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 她整整哭了一个星期 为了忘记前男友 那天晚上她已久消愁 结果意外认识了苏子晨 两人并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 可现在孩子却不是苏子晨的 这让顾念念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苏子晨打算彻查此事 随后苏子晨让朋友把张俊学了出来 几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期间张俊还在时不时地打听顾念念的情况 张俊的这一举动让苏子晨确定 也许孩子跟张俊真的有关系 于是趁张俊不注意 她偷偷扯下了张俊的一根头发 第二天便和顾念念拿着孩子和顾念念的头发 以及张俊的头发 直奔亲子鉴定中心做鉴定 几天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报告显示顾念念和张俊均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和父亲 拿到亲子鉴定报告的那一刻 顾念念和苏子晨气炸了 随后他们报了警 面对警察的询问 刚开始张俊矢矢口否认 曾趁顾念念醉酒时 强行和她发生了亲密关系 但当警察把亲子鉴定报告 拿给张俊看以后 她当场愣住了 随后张俊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最后张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着想 苏子晨和顾念念决定去另外一座城市发展 因为孩子的事在当场曾引起不小的风波 苏子晨不想让顾念念和孩子在流言蜚语中继续生活下去 因为她知道顾念念是受害者 她是她的丈夫 她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她 重要的是她爱她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